由文化部以及台北市文化局指导的台北流行音乐记 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对于整场音乐盛宴的每个小细节 主办单位可是一点不马虎 主视觉方面重金礼品肖清阳老师设计 以小文青的清新风格复印主题 音乐记的活动大使则由卢广中担任 为年度音乐记节目 为期三个月的时间 要让市民们大饱而服务 台北的民众也就是 很有耳朵 因为可以看到很多表演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像是 为鸡汤给这个人适合 因为台上跟台下人都会 好像会获得一些什么 未来的希望 在现场卢广中 跟已过来的人的经验 与表演者满分响心得 他还透露自己当完兵后 创作灵感远远不绝 新专辑也会加入新的音乐元素 像我最近就是有去学乐理 然后对还有钢琴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有 在音乐上可以有不同的表现 对 最近只是都在写歌 而且我发现早餐吃完 整段时间最 就是灵感最好 首次代言音乐记的广众 从起屋的眼镜 就能看出他有多紧张 不过相信灵感远远不绝的他 一定能用自己最熟悉的音乐 带给市民们 大爆发的正面能量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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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